我住的青年旅社 价格很便宜 没完只要27块钱 早餐是需要另外付费的 18块一份减餐 青年旅社的大厅 在这样简洁明快工业风的环境下就餐 心情也挺舒适的 这是旅店外的外墙 它在南四道街这个地方 这座建筑原来是东北总督 徐世昌的私人住宅 建筑内裸露的水泥 没有经过任何装饰 可以看得出它是工业风的设计 这边有自行车 一些软的装饰 这是从外面看过去 外墙整体立面 这边有徐世昌的介绍 徐世昌他是东北总督 也是1918年中华民国的总统 在这样的环境下 注意晚上只要27块 真是超值了 有鸽子飞过来 这边的鸽子离人会飞的 它不怕人 它可以飞的离人非常近 我感觉撞上来了 它拐弯走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